大吉,大利,花開富貴 現在哪有時間講錶 趕著百年貨 好好吃的 真是港九新的衣日遊 好意頭,走回大運 你們怎樣跟錶過年 香港人買年花的習俗 每年都會過年之前 可能是半個月 有時會去花墟,或者燃燒 但我喜歡去到新界 特別多選擇 同樣,價錢會便宜一點 這個開得很厲害 過時過節,紅運當頭 我比較喜歡比利時道娟 為什麼呢? 去耕開 因為花開富貴 一邊開著過年 意頭好 我當然想選擇紫色 大紅大紫 有多些粒 你可以一枝枪 一枪枪去買 買完之後就交給師傅 然後師傅就在大盆裏面 幫你去擺好它 我不煩了,我選一棵算數 兩個星期後才好在這裡淋一淋 淋了,淋了 淋了,淋上水了 放太多,再放一碟給你 對,一碟給你 對,一碟給你,對 我知道 但我家裡沒有淋 水仙婆婆的地方 他們種水仙 種了六十幾年 我又要買過的 為什麼我買他們的水仙呢 首先,它的種子是漂亮的 還有,它的葉就比外面 不會長得特別高 因為太高的時候 營養就去了 那些葉子裡 花形就不夠 所以它要保持著 就不會那麼高 第三點,它的花可以耐一點 可以整個星期 八天都可以 所以我很喜歡 先來這裡買水仙 雙托壽球 好東西 看到這麼合眼圓 它整個花形、顏色 很漂亮 而且最重要是耐開 聽姐姐說 可以開三至四個星期 今天更加花開富貴 那就好好的意圖 最好新的結束 好,拜拜 拜拜 現在平時在雲泉司館外面 哇,想不到 外面有很多乾貨 華莓、花生 那些酸酸微微甜酸的東西 哇,很新鮮的 哇,很大粒 你看 嗯 很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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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天很香 很美味 好吃,很香 新年除了買花 還要準備全盒 除了糖果 還有一些 花生 瓜子 這些乾貨 花生 瓜子 咬下去有腥 好像燒炮掌一樣 買買年貨 然後進來參觀一下 原來有個泰稅電 幫我媽媽 放了泰稅 幾好 我們從新界 百香平邪 出來 現在九龍城 九龍城街市 今天講究新界 這天由我們 買生果的買二頭 大吉 大利 過時過節 買蘋果平平安安 多謝多謝 不要賣 我們可以了 都還沒說完 有人在吃金 金也好 金就像吉 大吉大利 二頭好 我還會買一個 沙田柚 沙田柚 碌碌碌 甚麼都有 有甚麼說法 為甚麼要選一對 這可不可以選一對 我們選 不是 我要有葉 有葉 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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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兩隻 為甚麼要選一對 新年 為甚麼 我還不懂 可以不可以 可以 這些就更漂亮 沒錯 有型漂亮 V型 為甚麼有葉 開支撒葉 為甚麼有葉 開支撒葉 雖然說不講標 都講少少 你問我 過時過節 過新年 會不會 怎樣和錶過年呢 年二八 洗辣撻 通常我這些錶出來都會檢查一下有沒有發霧 或者有沒有髒 所謂發霧就是擔心它有沒有水氣 因為錶太久沒有帶的時候 錶夠了 那些膠圈 硬了 水氣濕進去之後 那些錶又不好 所以要檢查一下 如果有的 就交給雙熟師傅 或者拿上行道 叫它撿撿 想一下 你確定它行不行 因為有些錶 可能不是經常帶著它 看看它行得好不好 如果行得好 就叫它過年初一 年年有餘 最爽的就是去救迎新買一隻新錶大廈 你們怎樣和錶過年呢 不妨留言告訴我 新年快樂 新年快樂